買錶應該是買有故事的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這款是Automar VK 25860ST 亦有個花名叫做Kasparov 這隻錶的故事是甚麼呢 如果我再講Gerald-Genta就一定被大家猜到 所以今天就不提Gerald-Genta 但在講這隻錶的故事之前 我都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隻錶有甚麼是我喜歡 也有甚麼是我不太喜歡的地方 首先如果有看過幾集的朋友都知道 我對39mm的錶有偏好 這隻的25860也是39mm 亦是跟最出名的Jumbo 相類似的 尺寸 比較厚了一點 39mm真的有甚麼好呢 他戴上手之後 他 Lux to Lux是剛剛好 坐得很穩的 當然啦 有些人手大一點 有些人手小一點 39mm對於我來說是剛剛好 而且他是有就沒有就的情況之下 我都覺得 都是 戴得很漂亮 另外一個我喜歡的地方 就是這隻錶 雖然現在我怎樣移動都好 你可能看到都是黑色面 但其實這隻是藍面 我叫這些低調藍 其實主要在陽光底下 你才看到他比較鮮明一點的藍色 而這件事跟他的製作年有關 始終在2000年初的時間 始終是黑色比較當道 一些鮮色的錶盤 其實都不是那麼多人買 包括 之前的 可能10年8年前的 綠撈 藍撈 都不是那麼多人聚 在這幾年 15年的時候 在巴蘇的時候 很多都是以藍色為主題 或者過去一年都是 很多綠色的錶為主題 雖然現在 人們那麼喜歡這些顏色 但是我很喜歡 他很多時間黑 然後 有些陽光底下是藍色 另外就是 AP也不用說了 Royal Oak系列 始終是給人一種很硬朗的感覺 我覺得 你只是帶了一隻錶 可以幫到你的造型 加很多分 最後一件我喜歡的就是這一條的 帶子 始終的接扣 有AP Logo 還有 這個扣 是 隱藏了在這裡 對於新款 這裡有兩個 有兩個按鈕 才可以開 這個就是踢上來 接著就開 我覺得 這樣的設計 一體性比較高 這個 剛剛講了一些 我喜歡這隻錶的一些地方 這隻錶也有什麼我不太喜歡呢 就是 第一 就是這個 marker 這個marker 好像有一點 膠 白色的感覺 而那支針 做得比較粗 對於現在的 例如你看看 reference 26331 那些 整件事 是比較鮮 不過你也可以這樣說 始終這個設計 看下去 現在看 有一種vintage的感覺 另外一件事 我覺得 不是看得那麼順眼的 就是 在Royal Oak上面加 Chrono 加了這兩粒的 滴在這裡 我始終覺得 我這樣遮住了這兩粒的 看下去 整件事的設計 一體感是高一點的 不過這件事也是很subjective 但是 始終我看了一段時間 都不是看得很習慣 始終整個設計 好像多了一些東西 以上就是一些我對這隻bill 覺得差少少 扣了少少分的 一些地方 說回今天的主題 就是這隻bill的故事 為什麼剛剛說過 這隻bill 有個 nickname 就叫Kasperov 其實Kasperov 卡斯帕羅夫 就是一個俄國的奇藝大師 他仍然在生 如果大家不是逐開企 就不會知道他有多厲害 但是如果大家想搜尋看看 你就知道他是世界其中一個名師之一 他也有另一個身份 他也是 俄羅斯的一個反對派領袖 可能他這個身份 比較多人知道 為什麼這隻bill 就叫Kasperov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 就是他經常戴這隻bill 他也有一個 上網看的故事 就是 就是說 當他下棋 去到 準備贏的時間 他就會脫了手錶 然後放在桌上 然後完成了他最後的幾個move 這樣 這個也是他一些signature 那 就是以一個人名為 命名的bill 其實就 現在就越來越多 例如你看Richard Mill 例如文仙尼 或者很多不同的球星 或者現在的AP offshore 以一些籃球明星命名 你都會見很多 但是 當他們以前是真金白銀 一些名人 去買一隻bill 而他是 不斷地用他的 這些bill是比較少 如果你看勞力士出名的 你一想就想到 Paul Neumann 那隻bill 是他太太送給他的 那麼 AP 如果你要找這些的話 就不多了 這個是 其中一個值得分享的故事 第二樣東西就是 這一隻bill 其實 是 Royal Oak Jumbo 1972年 為了 之後 在1997年的時候 為了紀念25周年的時候 出的一隻bill 他是第一一次 去加入了 Chronograph的功能 所以呢 所以 1997年之前的所有Royal Oak 其實都是沒有Chrono 這個就是這隻bill 特別的地方 亦都不是出了很久 我如果上網看的資料沒有錯 它是出到2006年 轉了第二個reference 26300st 26300 其實看上去都是差不多的 這隻bill 但是呢 他的bill盤上面 出多了不同顏色 譬如他藍面 做回鮮一點點 然後會配橙針 也有一個白面 黑圈 配紅針 就多了一些東西 但如果說第一代的 Royal Oak Jumbo Chrono 這個就是第一代 但這個是第一個代的Gen2 因為Gen1的時間 這個bill扣 其實就是一塊葉 但Gen2才去做一個AP logo 我就覺得更加多 更加多AP 這隻bill呢 其實我也覺得 暫時 仍是滄海為主 我買的時間 再便宜 一節 但是呢 我都看到市場上 不是那麼多人 說 剛才的一些故事 那麼 如果你們有些什麼 comment 在下面留言 如果喜歡這個video Please like 還有可以subscribe 我的channel 多謝